今天就聊胡子哥漫游记 大家好 胡子哥漫游记 胡子哥和他的夫人 一起拉着拖挂房车旅行 金融潮条推过来的时候 我看他的穿着独特 颇有艺术气息 再加上一口上海普通话 非常有特点 于是我就持续关注到现在 刚开始呢 他拉着一个小的拖挂房车 到现在拉一款 带有升降床的拖挂房车 我急急不拉的看 他的特点呢 我归纳了一下 第一 有独特的见解 从他的房车的尺寸 要求六米之内 到升降床 我就感觉到 他不是一个随波驻流的人 他是一个独特见解的人 他说啊 拖挂房车 不要超过六米 因为我们的车位啊 大概都是六米左右的车位 如果你超过六米 你势必要横过来停 就要占用别人的车位 这是不对的 同时 他说啊 白天的时候 我们多数要 在车内活动 而一个固定床 占据了车的三分之一 而且我们不可能 白天躺在床上 需要在车内活动 于是呢 他呢 就设计了一款 带有升降的床 上面是睡觉 下面是会客 是白天的活动 起居 可见呢 他的思想 打破了很多传统 有着独特的见解 第二 他的生活 很精致 他的车内啊 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还养了小松鼠 小动物 车内呢 井井有条 不像有的车里边呢 跟个杂货铺似的 什么都有 同时呢 胡子哥呢 不扎堆 不到房车寄居的地方去 喜欢到一些 风景优美的地方 胡子哥呢 还会找住车点 找着住车点呢 加水呀 干什么都很方便 其实这也是他 生活精致和自在的表现 第三 胡子哥呢 休养高 有时候遇到车友啊 他也不会说 没有经过车友的同意 而去上别人的车 同时呢 胡子哥呢 坚持在车内做饭 不污染周围的环境 及时的搞好 住车环境卫生 因此呢 胡子哥不管到哪里 没有遭到了 什么被人驱赶的这种情况 第四 遇到事情处理的 比较理智 我记得胡子哥 他的视频中啊 反映出来 遇到两三次 拖挂房车 遇到了交警查 胡子哥呢 都是拿出文件和政策 给交警普法 通过法律法规 并将警 摆事实 讲道理 没有出现过 什么争吵的 现象 每次 都顺利通过 第五 胡子哥呢 非常喜欢国产的 新能源车 刚开始呢 他也开过奥迪 等合资品牌的车 现在呢 他主要是开的是 国产精品的 比亚迪的车 刚开始呢 是买了个糖 拉着 拖挂房车 现在呢 又买了汉 纯电的 又拉拖挂房车 同时呢 他还将自己的 拖挂房车的心得 怎么样装拖车杠 怎么样的装拖车钩 把这些经验 都无私的告诉给 广大的粉丝 更多的人了解 拖挂房车 了解新能源车 也能够拉拖挂房车 他的视频当中啊 经常向的 给大家说 怎么样的选择 拖钩 怎么样的选择 拖杠 这些呢 是很多厂家 或者很多自媒体人 都不愿意告诉人的 都希望别人去找他 去跟他 求他 但是呢 胡子哥不是的 他都无私的告诉给你 我就记得 还有的自媒体人啊 你想问他厂家的电话 或者说是 看他那个车好 想了解一下 或者买他同款车 问他厂家的销售人员的电话 或者一些车的使用情况 他还向人收费 但是胡子哥不是的 他都无私的告诉你 缺点 优点 他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你 这一点呢 也是他 人品好的一个方面 最近呢 胡子哥呢 又提倡了 房车出行 文明公约 规范了我们房车人 到外边出行 怎么样的 遵守当地的民俗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做一个文明出行人 总之啊 胡子哥是一个 非常爱生活的人 也是非常精致的人 有修养的人 我们祝愿胡子哥呢 在今后的工作生活当中呢 一方风顺 一路平安 一路平安 看着他 人生的 人生的